最近很多人问我们 现在到底投资什么比较好 那我们来谈谈 现在股票市场 是不是还是不是很稳 那我们预计股票市场 大概见底 最快的话 大概要到下半年 甚至明年才可以往回走 那房地产呢 更是预计2023年 甚至2024年 至少前半年都不会太好 真的要投资房地产的话 可能2024年底 或2025年才开始 才是谷底才开始返回的时候 如果在现在能够有机会的投资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短期 第二个安全 短期是多转 可能一年或最多两年 以一年为准的话 那短期又安全的话 你想想看 大概预估的回报 是多少才合理呢 才会你会建议 才会想要去参与呢 重点是安全又短期 如果我告诉你 既安全 可是呢 我们只要一年到两年 最多两年 平均回报有六到七的话 大家觉得 这个呢 是不是很好呢 这样好的回报 那外国人还可以免税 如果有这样的情形 大家觉得 是不是一个还不错的投资 那重点就在 安不安全 通常安全有两种东西 叫做安全 第一个 担保的公司很安全 比如说 美国政府公债 美国政府担保很安全 苹果的公债 苹果发行的公债 安不安全 通常这算比较安全的 我们都可以放心 但我们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的 那第二个安全的话 什么要叫安全呢 是不是 抵押品很安全 如果抵押品够安全的话 那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 不是保证的公司安全的话 就是抵押品安全 那我们就是做 抵押品比较安全的 那我们通常来说 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private lending private lending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公司有做 住宅的贷款 那住宅贷款呢 有些批评人呢 他可能信用不好 可能是外国人 或者不好跟银行借钱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办法qualify的时候 他要需要借钱 或者他已经买了房子 可是 可能没有欠款 可是他现在需要钱 可能国内的钱过不来 或其他的 要投资 要做其他的话 需要短期的用钱 我们叫做过桥的时候 以一年到最多 两年为主的 这一对钱的话 那据来说 如果有这样的客人的话 如果跟我们借钱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 做一个配对呢 那好 我们因为要让它安全 我们知道时间 是一年到两年 最多是大部分 以一年为主 那怎么样才做到安全 第一个 有兴趣投资的话 钱不需要给我们 你只要签一个意象书 意象书 你有兴趣 第二个 你有选择 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有 包尔来了 他房子说抵押的话 我们会给你看 你有说 这个房子我不喜欢 这个location我不喜欢 所以你有选择钱 第三个 钱也不要给我们 钱也不要给我们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愿意借的话 直接到时候 钱打到 escrow 当或者律师户头 等到close escrow的话 或者close deal的时候 自动把你的 放在房子的 title上 你就是 你就是 first trustee 你就record的时候 你就是第一顺位贷款 而且我们只做 出租房的第一顺位贷款 只做 loan to value ratio 60%以下 只做第一顺位 这样子就可能确保 因为如果大家想想看 一个还不错的地区 然后呢 只做first 一个投资者 对于一个房子借 bower 所以我们不是跟人家合 所以你钱不用跟人家合 然后呢 loan to value ratio 不会超过六成 最多六成 大家想想看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很比较安全的多呢 比较安全的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 我们看这样情形的时候呢 我们最重要是在乎安不安全 那么对象呢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那这些人呢 是他可能平常借钱 不如是那么好借 或者是说 他比较时间需要急 或者他的escrow 已经出了问题的话 需要一个过桥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对象 我们make sure 要他做到安全 就像我前面讲的 只做第一 只做低顺位 只做income property 只做低于60% 或低于60%的 有人问 那既然已经这么安全 一年到期 我拿了利息以后 那因为我们设计成 perfolio loan 所以呢 如果是外国人来投资 没有问题 而且免所得税 那通常投资 这一类的事情 这一类的资产的时候 需要呢 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自己口袋的钱 或者外国人的钱 或者你的退休账户的钱 但条件是什么 你必须是所谓叫accredit investor 就是说你个人收入超过20万 或者夫妻超过30万 这是一个你可以qualify 如果收入不够 你还有一个 你除了自己住的房子以外 你可以投资的资产 可以超过110万的 这就是所谓的合格的investor 合格的investor 那最后还有一个 大家都问的问题在哪里呢 如果客人不付钱呢 我们他们要怎么处理 他们并不想deal 这么forclosed process 那这里面就是我们替大家考虑的 特别多的在哪里呢 第一个 我们为什么只做income property 不住自住房 因为2008年以后 政府为了保护自己住的房子 所以在自住房的拍卖 它的程序比较复杂 需要16到18个月 可是投资房呢 大概在4到6个月 所以我们只做投资房 不做自住房 将来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 拍卖比较容易 第二个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公司也负责 找拍卖公司来帮客人来 专门处理这些事情 那这里面的好处 你可能会晚几个月才拿到钱 但是呢 我们知道 我们但不会有任何损失 因为我们把欠你的钱 加利息 加上penalty 加上forclosed 所有的费用都加在贷款上 比如说你100万本来借了60万 但是罚款forclosed费用 因为在Harmelang加起来 又有4万块钱 所以你的loan就变成64万了 所以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所以对客户来说 对客户来说 这里面是不是很简单 你真的有什么事情 我们也会出来帮忙处理 所有的问题 根据我们做了将近5年的经验 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个房子 被拍卖过 原因在哪里 因为我们选择 4成的cushion在那边 因为你贷款抵押最多 只有到6成 我们甚至还有4成 3成 5成的 像这种的话 他们容不容易forclosed呢 通常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安稳的 而borrower呢 也必须提供什么 appraisal report 还有呢 title insurance来确保 所以呢 总结下来 大家觉得有这么多安全的东西 一层一层的 第一个 有房地产 好的房地产做抵押 第二个 只是做first trustee 然后loan to value ratio 有60% 最多60% 你也有选择 钱不打给我们 直接打到escrow去 然后record的时候 直接把房子押给你 再来呢 borrower也要提供 title insurance跟appraisal report 最后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再帮你处理一切的事情 对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只是一个dealmaker matchmaker 我们呢中间赚我们中间的spread跟points 这就是我们如何把在这个时候 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因为在这个时候 如果股票不是那么好 房产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暂时把钱park在这里 赚6-7%的return的时候 那当等到房地产低下来 股票好的时候 你可以再把钱投资 一部分钱再去投资这些 然后另外也可以把部分 这个当做固定收益的市场 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安全的安排呢 所以private lending呢 对investor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投资的选项 尤其是短期的 最长的是一年期到两年期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 private lending 绝对是一个allocation的 一个好选择